一百零九一百十學年度 優別大專籃球聯賽 連續兩年拿下得分後的 臺科大女籃前鋒陳志英 個人進攻能力相當出色 今年七月時也受到青睞 入選中華女籃三對三代表隊 出征亞洲杯闖進八強 歷經國際賽的洗禮之後 球鋒更加成熟 接下來升上大三 要以更加全能的表現 來帶領球隊 一大一跟大二 就是變成是說我是主攻守 就是可能球在我身上 可是就是到大三之後 我覺得再加入的學妹 又更有挑戰性的 所以就變成說 我可以不一定要在主攻守 就是變成說我可以在指揮上面 或者是去多傳球給他們 就是想要在大三 會有這樣的模式去打 比較想要的就是團隊能打出 就是可能好球或是什麼 就是想說今年就變成說 有打我們自己臺科的體系去跑 整體戰力更加整齊 也是陳志英 不需要在一間扛起 得分重擔的原因之一 從文化大學轉學過來 從大一開始唸起的前鋒王宇文 就被期待能在新學年有所表現 不過目前他還在努力融入團隊當中 可能在就是傳統的球隊 他會有很多方法 然後比較有系統系的打法 就是可能每個人 就算你是剛進去 不用那個磨合期 就可以有一個流動 可是現在轉過來 可能每個人的系統都不一樣 比較多個人的 然後這個就會比較難說 就是可能很常會卡到人家的位置 除了球隊體系需要快速適應 王宇文也得儘快調適如何在打球之餘 兼顧課業的生活 關於這一點即將升上大二 身為過來人的李若瑋 可是有個重要建議 我之前那時候也調整蠻久的 因為蠻挫折的吧 那時候就是很努力讀書 就是但是成績是不太理想的 最重要的是要能自己安排自己的時間 因為大學的時間真的很自由 真的真的需要很自律 很需要自己去調配自己 應該要做什麼 我覺得要把自己該做的事情 已經不是大一新生人的李若瑋 在球隊當中 也會試著承擔更多責任 擔任學姐跟學妹之間的狗同橋樑 加速團隊磨合 目前台科大也在花蓮參加精英杯 籃球錦標賽 透過以賽代訓的方式 持續為了新學年賽季努力備戰 YTU台兩位林志五 花蓮採訪報導